所長說你們的工作 就是每天需要面對人群 面對人 個系各樣的個案 然後可能每天都會有出乎 意料之外的状况 你们是怎么去调试自己 因为我 我之前才知道 原来是所谓的那个保险公司 一般我们的保险公司 我们是跟他投保 但其实还有 另外更大的保险公司 接受这些保险公司的投保 对 那我想问说 智商师也是一样吗 会呀会呀 智商师也需要保养 保养有分很多 专业的保养 就是因为当 电影里面的那个无力感 他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我们也常常感觉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那我们也会掉下来 所以专业上的保养 回家是说 我们必须要做很多的进修 所以其实 真的从一开始学智商到现在 我们都会笑说这是不归路 就是一直要上到老 永远都没办法停下来 因为总是会有很多 助人的方法跑出来 所以我需要专业的保养 然后再来是我们也需要体力跟运动 等等的饮食上的保养 那还有一个其实心灵上的保养 所以心理师们有自己很多保养的方法 其实有些人做正念 有些人做瑜伽 有些人做精心 有些人做运动呼吸法 以及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保养方式 但更多更多的 其实就是要回来梳理自己 所以大部分的心理师他也会有自己的心理师 所以这是一个巡回 就像你讲的 这是一个巡回 对不对 就是 对对对 就是A心理师找B心理师 B心理师找C心理师 结果C心理师他找A心理师回来 然后A心理师上B心理师的课 B心理师上C心理师的课 就跟他继续上下去 就是一个循环 就是互相的要互相关照 互相的走 对呀 因为其实我们都没有到我们真的修通所有一切 以及就像电影一样 我们被打中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会晃动 那只是差异知道 差异差在我知道我在晃动 而我如何知道哪些是我内在事实 我内在的世界 现在在晃动 而我回到外界世界 我跟来谈伙伴 他在谈的事情 跟他在谈的世界 所以我们的差别就是 在那个当下有一个区分 那我们在智商的时候 关照了来谈伙伴的外在世界 他的部分 我们当然也要回来去看看 我们这些内在世界被晃动到什么 那我们再进行梳理跟了解 所以其实这是界限要拉出来 那一条界限要先拉出来 对 要不然的话很容易会 就是掉入对方的那种情绪或情境 对 我们就是那个过度的投射 就会分不清楚哪些是我的 哪些是他的感觉 譬如说我看他的感觉 好可恶喔 这个妈妈怎么这样被对待 我很恨 我恨那个女儿 怎么可以这样对她 可是我看看我的内在世界 原来我自己也是 觉得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我才会这么弃人家 那这是我的价值观 我没有看到可能这个女儿 她有她的生命故事 因为我已经看不下去 我就一天看到她就生气 那这样就会是我们自己的议题 她没有办法帮助到来谈伙伴 其实应该是说感觉好像是要先把自己先清空 整个先清空 就是我什么都没有 我只是来听你说话 然后再把专业的这部分拿出来 两位就是这么多年了 有曾经遇过就是出不来的状况吗 如果说一路上都走来 把自己过得很好 我觉得这种反而很危险 对呀 我喜欢带着伤的心理师这句话 所以在座各位都是带伤 带伤上阵就对了 因为很多 我听过很多伙伴说 你怎么想做心理师啊 那么一天当晚在听人家抱怨的 什么工作 可是因为我们不觉得呀 就是我在讲我们在成长历程里面 大部分都会有一些经验觉得 能够被好好倾听好好陪伴 很重要 那要嘛就是因为我们在成长经验 有被好好倾听好好陪伴 不然就是另外一个极端 我们可能缺乏 陪伴 对而我们就觉得这一块太重要了 如果没有人做我愿意做 像这样的 但是刚刚阿光讲的那个议题被打中 你就可以想象嘛 就是如果医生他是心理师 然后今天有人来跟他谈母女议题 会发生什么事 他就觉得他应该会暴走 对 他会各种影响到他的专业 所以刚刚你分享的很好 就是如果真的有被碰触到 那一定是自己有部分这些经验 都还没有好好的整理和笑话 暴走对 我觉得有些人看到应该会 想象 他就会很硬的说 很硬的在互动 对还好他里面职业是那个 他只讲他是内科医生 我想说还好 还好不是心理师 那他旁边那个男友是心理学家 反正就很客观 我觉得这部电影很有趣就是 他把男生跟女生的功用 切割得很 很完整 就是男生从他的前夫开始 就是一个陪伴 他前夫懂得怎么去跟他的妈妈沟通 懂得尊重他的意愿 然后甚至会去跟他讨论 对 然后给他时间 然后他的那个男友 在都市里面这个男友 反而是说 我发现你妈妈状况好像不太好 你要不要试着跟他谈一谈 或是去了解他 或带他换个环境 对 我觉得是 因为很少看到一部电影 就是你把所谓的每个人的角色 共用 就切得整整齐齐 好明显 然后甚至连那个管家 他都有他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在 我在公园看到管家出现 好感动哦 既然是那个管家 不避前嫌的就 很温柔 他没有带任何就是过去那种 可能他妈妈对他二言二相那种感觉 反而是一种 很理解 然后很简单 然后也不会去戳破或是什么的 对 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其实有时候在当下 就是如果说是老人家的话 其实还是有那个面子在 你不能去戳 诶 你是不是迷路了 你哪里做底下这种 你不能去戳破他 你必须用一个换一个方式 让他觉得 哦 其实你没有看到我 其实迷路了 对 我觉得这很厉害 这是一个 这个语言技巧相当高 对 然后这些角色的互补性非常够 他们都在衬突跟轰托出 那个女儿的男跟硬 他没有办法 可是周遭的系统 几乎全部都有办法 对 而那个对比的强烈跟 那个女儿的为难 大概就更用力了 所以其实这部片就是一个 其实解答就在你眼前 只是你没有去看到 没有去发现 他就是同时 所以等于是说 问题跟解答同时存在 呃 深陷问题之中的人 他永远看不到解答 那解答的人 不断地看到问题 但他却没有办法提供帮助 这种现代生活 应该也很多 对不对 其实就是很 他有些时候会说 我不想听 对 那个画面 对 但是有些时候我会问来谈伙伴是 你是不想听 还是你不太敢听 你会有一些担心 大部分的人就会告诉我说 呃我我怎样怎样怎样 他就开始讲出他的担心 那些担心被解决了 他其实是想要靠近的 只是不敢 不能学不会 不知道怎么办 这个很多呀 很多来谈伙伴的描述 他主代就是这样 他会从一层一层的层次慢慢往下 然后最后他才会发现 他不是不想爱 他不知道怎么爱 他也怕爱 那那个怕爱 有很多很多的生命 需要梳理跟整理 才能找到那一种 原来我有这样的需要 我也有这样的渴望 然后我也怀着害怕 开始往前 可是在这些没有往下之前 就像依莎一样 就是我不想听 就是否认嘛 现在大部分好像 先推开 先推开 然后再否认他 因为很多人为什么会急着推开 因为他怕他不推开的话 他就没有办法保护自己 就他想要有自己的主体性 你不要来改变我 我很怕 我不想要被你改变 所以他会先推 可是推就上市了 所有角色给他的可能性 就很可惜 对 大部分人会那么用力 就是因为 他很怕他的界限 没有办法维持住 被破坏 这个常常也发生在 伴侣或者是母女关系 或者是重要的关系 就是我感觉我要画很粗 就像小朋友 我懂 画很粗 为什么要画那么粗 其实线一条就够了呀 对 就是因为我怕我没有办法设好 而你会踩进来 你如果踩进来 我会痛痛 我会坏掉怎么办 如果我知道怎么办 我相信我跟妈妈 有一个健康的界限 是好的 你可以流进来 我可以流过去 可我们都还是可以好好的 他就可能不会画那么粗 可是大概也就是 那个生命经验中 从小到大 太多次他觉得很难很挫折 所以他就真的到最后 就越画越粗 粗到看不到这一方 甚至当什么样 所以其实像这种关系 其实跟性别跟年龄 其实都没有影响 也就是说他会发生 就是会发生 跟性格跟你的 我们的生命经验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决定 决定 我们也就是很很早期 我们就因为这些生命的经验 下了一个决定 对 有时候很早就他说 哼 这个世界很可怕 我要保护我自己 那他这个线线就 天下每一次遇到伤心 就越画越粗 那有些人经验是 哼 大家都会伤害我 所以我不能保护我自己 于是他可能就 他没有划线的能力 哦 所以这真的是 这是一个需要学习的 对不对 这是一个 感觉上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 不断的去 透过去 去自我认知 才有办法去调整的吗 对 因为不然我们再进入重要关系里面 就会再次重现过去的经验 但是我们都会说 其实这也是我们重新长大的机会 因为小时候很快就会下决定的 对 我们长大可以重新看看 这些决定能不能再微调 回应阿光刚刚所说的 那个性别跟年纪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反而 回到再连结到这部电影 好像有个地方是可以看到的是 好像不管是妈妈还是女儿 还是那个心理学家 好像都有一个点是 他们好像都不太敢去触碰说 人很脆弱的那个部分 反而是需要说 比如说告诉自己我要坚强 当面临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你要节哀 你要坚强之类的 可是我觉得那某一种程度上 可能也把我们的 可以真实面对自己感受的 我就是这么难过啊 我就是 我现在就是脆弱嘛 给自己一点时间 或者允许自己接纳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 可能是要坚强这件事情啦 可能就在 这可能是我们一直以来收到的一个观念 或者是学习到的东西 可是好像也比较没有去谈到说 那当我真的很难过的时候 可以怎么办 我们真的很难过的时候 就请大家打电话来看见心理 跟智商师有个时间 大家坐下来聊一聊 老一辈会觉得说 我今天来看就是心理智商师 看心理医生 好像就代表我有病 但其实这是一个比较 过去的一个想法 也许过去是这样 但是我们不知道 但现在的状况比较不一样 现在是属于一个 就是属于 心理健康 就像我们人生病了 会去看医生 我们心理生病的时候 也需要有一个出口 有一个地方 可以让大家去做一个调试 因为没有调试的话 这些情绪会累积 等到累积报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报纸上 看见你做了些什么事情 对 所以大家就是 心理卫生很重要 我自己的整理啦 就是为什么会有一种 来看心理师 好像都是有病的 可能某一个面向跟起源 是来自于 他就是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 他就是研究 医院里面的病人开始的 所以他那个东西 会是比较偏重病理性的 对 我猜 这是我自己的整理的一个过程 所以可能就会觉得说 来看心理师 或者是来讲讲 这些自己的困扰 是不是自己有病的 会有这样的一个标签贴上去 或一个印象 但其实走到现在 我们会发现说 其实自上 他不仅仅是一个治疗的 他还可以是帮助自己 整合跟整理的一个过程 他并不代表说 就是有病的 他反而比较像是一个 我来看看我自己这个人 以及我的生命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 就像是保养的概念 我很喜欢 身体需要保养 对 心理也需要保养 心理需要保养 不过刚刚那个 我觉得很有趣 就是因为佛罗里等于说 从病理 就是等于是从 已经确定他是生病的人 开始做研究 所以大家才会有 一种刻板印象 就是 那 有没有预告过 就是来自商的人 其实他非常的好 他内心也没什么问题 他只是想找人说话的 有吗 应该是说 他比较不是来谈问题 有些人他是来 让生活变得更好 更好 对对对 蛮多人他是 他是他看了podcast 然后他听了podcast 看了书 他觉得 我有几个地方 好像有一点卡卡的 然后他觉得 这个好像限制了我的潜能 所以他觉得 如果我来这里梳理 我可以把我的潜能 打开到最大 这是有 而且蛮多的 尤其在台北 就是心灵成长 对对对的 类似心灵成长 对对 别人说 我其实都很棒了 可是我感觉 我自己好像在某个地方的时候 我被表扬 或是我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有点害羞 可是我没有什么好害羞的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再整理一下 就更敢要啊 另外一种 也不能讲自我膨胀 对不对 不是 他其实是 人都会自我肯定 对不对 那有些人 他其实已经很好了 可是他内心就觉得 可能会不会不够好 但是我又觉得 大家都说我好的话 我到底嫌我自己什么 所以他来整理 好像有一本书 我前真的去书店 发现好像有一本书 就专门在写这件事情 放牌者效应 对对对对 他就是说 可是你说他不好吗 他很好 对他很好 但他就对自己 永远都会有那么一丝的怀疑 对啊 我有很好吗 为什么会是 我 就是常会这样子 对的对的 然后是就是其实功能很好 然后很聪明等等 就是什么都很好的人 他来到这很多时候 但他大概都带有一个目的 是我还想要更好 那而心理 他大部分都很有觉察 知道我在哪一个区块 那里好像有一点卡 可是不见得是问题 他就是其实是有一个目的性 那这目的性有可能是问题 有可能是他的企图心吗 是啊是啊 因为他就会感觉到 这个世界上其他优秀的人 怎么没有那个状态 我怎么有这个状态 那我来看一下 能不能够把我的潜能也 往上再往上 我们现在社会好像很多人 遇到一些事情 例如说可能亲人过世 或者什么样状况 大家都会感觉到一个孤独感 但是其实我后来才知道说 其实当你发生什么事情 要记得就是全世界不可能只有你发生 是不是说只要有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一个观念 其实自己的心会比较开阔 这个其实可以带到团体的 佛导或团体的治疗 那里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觉 是普通感 那个普通感就是 这个事情或这样的状况 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发生 或者是原来其他人也有的 那比如说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比如上亲团体的治疗 那这个就是会拉可能有可能类似经验 或者是我们会有一个年龄的界定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个年龄层里面 然后去思考说发生了这件事情 那大家的感受 大家的想法 以及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样可能回到生活 这就是我们要很常在国外看影集 有那种借酒会啊 或是那种团体那种 就是他们可能遭遇了共同的 就是说可能空难 或是什么重大的事故 那这群人一起 其实我们的感受 在尤其在台湾 很多时候就觉得很封闭 所以当你有一个感觉的时候 你在大部分都在怀疑自己正常吗 别人会不会没有 只有我有 所以也不敢讲出来 因为会觉得会不会别人觉得我很怪 对 可是大部分来智商的人 不管是个别或团体 他大概第一次经验到是 原来是可以讲的 然后心理师不会觉得我很怪 不会 因为心理师看过冤病更怪 可是那也代表不止你发生 对不对 一定也有 就是大家都有类似的心情 而那是可以的 而真正的疗愈就开始产生 原来我讲完这句话 我想哭是可以的 原来我是可以有情绪 我可以生气 或是原来我可以这样想 那有些人也在讲嘛 就是这样亲爱的母亲 她有个议题就是 或许就是女儿跟妈妈有一些纠结 我可不可以不原谅妈妈 大家都说要孝顺 我可以不原谅吗 等等这些议题 所以大部分如果我们让这个人的生命有选择权 我是可以有选择的 我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 那我又会找出一个适合我的路 那就会开始走修复 哦好真的学很多耶 没有想过一部电影可以学很多 哦真的 就是对因为以往就是真的看电影就是看电影 然后通常很少看到所有的议题 然后特别是议题很明确 请就是所长大概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看见心理是怎么样的一个单位 什么样一个诊所 看见心理智商所是一个多元性别友善的地方 那这一个友善包含就是不管是性别 不管你是什么职业 那不管你是因为什么样问题而来 那只要这边的心理师他的专业是可以协助的 我们都会提供协助 那对我们最重要的宗旨就是 我们都认为看见 你既然已经看见了 你就没有办法逃避 你就会开始觉察 开始去面对 然后所以改变就会开始发生 所以也欢迎就是如果有需要的人 伙伴们觉得说 我想要改变我自己 可我有点不确定 那不妨让我们一起来陪伴走这一趟历程 呃 附带一提就是 这边真的很舒服 这边就是很温暖 对 然后我相信大家来这边其实是可以 就进来这扇门之后 你可以放心的做你自己 然后把你想要说的 不敢说的 我希望人家理解的那部分都可以说出来 因为就是 人真的不是孤单的 那以前 念书的时候我曾经想过 一个人是不是可以过活 呃 以前认为一个人可以过活 但我现在觉得一个人要过活很难 因为 你就算有求生技能 但是你的心理部分 最后让你崩溃的就是你的心理 而不是你的身体 对 心理会先崩溃 然后再崩溃身体 对 所以 各位 就是真的有状况 有什么的话 大家可以来那个 看见心理 电话打起来 约一下 一定有一个适合你的智商事 谢谢阿光 谢谢 然后我们电影就是7月1号 然后我们这次比较特殊是 呃 只有在成品电影院有演 是小规模的 那我也是希望是说 大家可以去成品这个 比较让人可以放松 舒适的地方 对 那 如果 可以 我会试着 让买票的各位 都有一包免质 如果有人把自己投射进去的话 可以使用到 对 没有人不会被投射哦 这部片 大概大家都会打中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 我相信 我相信 对 就是 就是我希望就是大家来看片的时候 至少有一包卫生紙可以擦 带着自己 好好的陪伴一下这个日程 对 就是 我们也谢谢所长 声音这么温柔 谢谢你 谢谢阿光 谢谢大家 谢谢 特别感谢那个希望的小编 他被我逼上来 对 对 因为他是 他的状况真的让我觉得很惊讶 对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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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惊讶 对 就是 很真 然后很难得 那我相信就是说 呃 他是属于我们 就是同温层以外的 就是一般人 对 就是一般人相当重要 我们 因为其实我们要赚的是一般人的钱 没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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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啦 好 就是大家 就是放空来看电影就好了 对 感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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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